他仍是上了你的心吗 玉子涵叹息 风将玉子涵的轻衣吹向烈火山庄的方向 烈火山庄 列明镜的眼睛危险的眯起来 风儿 你知道你在讲什么 人间烈火 冥界暗和 随着暗和宫引退江湖 烈火山庄的命令就是天下武林不可违抗的意志 列明镜说出的话 没有人可以违抗 战风冷笑 笑容带着十二分的计窍 不 他重复一遍 声音不高 但在场每个人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众人色之为变 列明镜的三个弟子中 玉子涵身有残疾 武功难以练到极致 极精雷一双流星锤 威力惊人 独步武林 但可惜性格火爆 以冲动 难以扶重 而战风 年纪最轻 却身为大弟子 一把天命刀 使江湖中人 刚为臣服 兼致他性格坚韧 欲是指挥若定 庄内众人 皆认为 他将是下人庄主 但是 他居然当众 伟抗列明镜 极精雷 虎去一阵 风师兄 你今晚喝的有些多了 战风好像没有听见 冰冷对视列明镜 列明镜雪白的须发烈烈怒痒 脸上的刀疤 争鸣入骨 他横目道 知道后果吗 战风冷哼 一浪死灰色的眼睛 看着战风 像看一只狗 违抗庄主命令者 废掉武功 足处烈火山庄 寂静如噩梦 战风站立于席间 刚美的身躯 像一世独立的孤煞 幽黑发蓝的卷发 无风自舞 亮光中 他的眼睛 暗如漆黑的夜 只有诱饵的宝石 是唯一的光芒 如歌看着他 仿佛置身于一个距离 他十分遥远的角落 他不认识这个战风 他的战风 是那个在漫天毕夜的 荷塘边 怀抱着十四朵盛开的荷花 会羞涩 会紧张 会对他爱恋的少女说 我会永远保护你的少年 列明镜强压下怒火 更是截然傲力的战风 理由 他的怒吼 是大厅内所有的门窗 刹那间被震裂 夜风 哭乎的灌进来 战风在风声中 极轻极轻的 望了眼如歌 如歌面容苍白 嘴唇 褪尽了血色 一丝柔料的黑发 飘在他耳畔 但他的眼睛 倔强 毫不屈服 他直直凝视战风 眼睛眨也不眨 他要听 他要一个理由 好挖掉这颗心 是横骨的悠长 还是呼吸的急促 战风道 因为我不喜 心灰飞烟灭 这五个字 多么轻易的五个字 如个强忍住突如其来的颤抖 不可以 不可以脆弱 不可以在伤害他的人面前 表现出他的脆弱 如果他胆敢哭出来 他宁可去死 因为我不喜欢他 一个声音打断 战风 那声音有些发抖 有些歉疚 是从儒歌口中发出来的 他的笑容 一开始有些颤抖 但慢慢的 笑容越来越大 因为我不喜欢战风 他挺起胸脱 笑着对猎明镜解释 爹 对不起 我原来喜欢风师兄 可是 现在我不喜欢了 他只看着父亲 风师兄知道我不再喜欢他 所以才说 不得 是我对不起风师兄 我不喜欢他 我不要跟他成亲 气氛顿时变得诡异 这样一来 违抗猎明镜的 变成了他的女儿 战风的卷发 像被叶峰吹动 张扬的飞舞 深蓝涌进他的眼底 他又望了如歌一眼 如歌红衣雪肤 脸上有笑容 嘴唇却倔强地拧着 他的眼睛 比六月的太阳更明亮 明亮的可以将他的心 灼出一个黑洞 他没有看他 他好像再也不会看他 战风眼中的深蓝 直欲将暗黑吞噬 格尔 烈明镜眉心深肘 一种复杂的神情 使他忽然显得有些疲惫 你不用维护战风 如歌笑 我哪里是维护风师兄 我是在维护我自己 列明镜仔细打量如歌 如歌轻笑道 爹 不要让我嫁给风师兄好吗 因为我不再喜欢他 他喜欢的是我 轻弱花雨的声音 微笑着扬起 众人寻声望去 一个轻笑的白衣男子 耀眼优美 如雪地上的阳光 他似乎是会发光的 一时间令众人惊艳到 睁不开眼 一种空灵的星光 一种极美的风质 向清晨的昭雾 游走在雪 举手投足间 雪笑得极慵懒 轻柔地搂住 如歌的肩膀 妩媚地呼吸 他身上的甜香 眼波如水 飘向列明镜 有了我 他怎么还会 喜欢战风呢 列明镜的眼睛 微微眯起来 他看着雪 突然好像一惊 想起了很多事情 诡异的光芒 在他眼底闪烁 雪 这个歌儿带回庄的男子 莫非竟会是 他沉吟不语 如歌一一动不动 任由雪 拥着他的肩膀 他望着伊朗 伊叔叔 我违抗了父亲的命令 甘愿接受庄规惩罚 伊朗灰色的瞳孔收紧 他怎会不知道 如歌在列明镜心中的地位 如果将他逐出山庄 第一个痛苦的 就将是列明镜 众人也面面相去 气氛正不怪中 雪笑颜如花 哪里会有惩罚呢 你只是在跟自己的爹 诉说女儿家的心事 告诉他 你另有心上人了而已 如果这样都会受到惩罚 那你爹也太不尽人情了吧 莫如一招急忙大声附和 哈哈哈哈 对嘛 哪家的儿女 不会跟父母 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呢 大哥 你骂他几句就算了 不要跟小女孩家斗气了 灵显秋微笑 大哥 如歌有心事 肯坦诚相告 有这般不扭捏造作的孩子 是大哥的福气呀 急经雷直视列明镜 师父 不要责怪如歌 列明镜扭头看向伊浪 浪儿 此事由你裁决 伊浪面无表情的 小姐在同父亲讲话 而不是庄主 列明镜扶长大笑 哈哈哈哈 好好 夜风凉凉吹来 倾堂中忽明忽暗 如歌觉得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尽了 不由有些虚软 一只手扶住了他 还轻轻看去 雪一如既往顽皮的双眸 却似乎有种深邃的感情